科技时代民众想要查询相关的资讯 只要上网打入关键字 就会出现大量的广告 不过呢 却有人因为点击相同的广告 太多次遭到检方起诉 起诉内容直出台中一位黄姓命理师 明知道在网站点击同一工作室关键广告 会增加他们的广告成本 但却在2020年4月到2021年9月之间 用电脑跟手机以不明程式密集点击 导致同业的广告费耗尽 广告无法再投放外 效益也不佳 被依妨害电脑使用罪起诉 是很平常的事情 只是点多点少看多看少 不过实际求证黄老师 他反驳一切都是不实的指控 是同业攻击他 试图影响他的声誉 而提告业者则是表示 一切尽待司法调查 但是点广告真的会触法吗 假设他今天买的是Google的广告 那这些资料都很敏感 因为这些资料包含客户的一些 隐私的资料 那我不认为Google 他会提供这些资料给检调单位 网络达人分析虽然起诉成立 但是要真正成案是有难度的 因为所有的数据都在Google总公司 证据部分难以取得 而据他所知 真的有城市专家 专门帮业者制作城市 而以点击同业的广告 但是这起案件的结果如何 都还有待法院审判离清 TBBA新闻陈朔贤 廖板一台中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B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